说当你接到医保卡停用 让你点击链接身换电子版医保卡时 各位你会怎么做呢 最近省内不少参谱人都收到了一条相关内容为辽政通 说你名下的医保已经停用 请进某某网址身换电子版使用的短信 在这我们要紧急呼吁 大家不要点击链接直接删除短信 这是诈骗短信 重要的事情咱就得提高音量来说 没错 最近省医保局接到了部分群众的反应 说有不法分子向我省的参谱群众推送 医保停用深耕电子医保的诈骗短信 经过调查这里面所含的虚假链接 其实就是木马病毒的链接 诱导受害人点击该链接 当你一旦间点开了链接 骗子的伎俩就成功了80%了 因为跳转的页面与官方的网易非常的相似 对于一般群众来说 根本就是真假难辨的 极易上当 如果说按照页面上的提示 填写了身份证号 银行卡号 还有银行卡的密码 预留手机号 验证码等信息 会导致受害人手机和银行卡等信息被盗 银行卡被盗刷受损 经过核实 我省医保部门或者是相关的政府部门 未以任何名义发送此类医保停用 更换电子版使用的短信提醒 更不会通过短信的形式来发送任何网址 请大家来点击 省医保局也提示大家 此类的诈骗信息已经在河北省 湖北省 还有四川省 陕西省等多地出现了 也请广大的参保人员提高警惕 注意防范 保护好自身的信息和财产安全 不要点击任何陌生链接 要想查询自己的医保信息 正式的做法是到本市的医疗保障部门 官方网站 官方微信公众号相关模块进行查询 还可以拨打医疗保障部门公开服务热线 或者是到医疗保障经办机构 现场等方式进行查询 如果说真的遇到了医保个人账户信息 出现了异常的情况 需要本人携带身份证医保卡 到所在地区的医保经办服务大厅 来进行咨询和办理 总之绝对不能因为有一条短信 就把自己所有的信息都拱手送给骗子了 另外还要建议大家伙 国家反诈中心APP一定都安排起来 你分不清的利魁利鬼 它都能给你识破 多好啊 是吧